他是世界公认最可怕的白家斯 每天的开销高达500万美元 在全球拥有600多座豪宅 还专门建立了私人宫殿 养着40多位情人 他贪污公款挥金如土 凭一己之力 将曾经全球首富的文莱国王哈吉 从第一名拉到第三名 其财富和地位完全不亚于哈吉 在他任财政事务期间 贪污数额达到160亿美元 他就是文莱国王哈吉的亲弟弟 杰弗里·博尔基亚 杰弗里是怎样将一手好派打得稀烂的呢 他的生活又有多奢靡 点关注 咱们接着往下聊 上期咱们讲到 过着奢侈生活的文莱国王哈吉 他不仅没有在金钱权利的世界迷失自我 还给国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福利 备受国民的爱戴 而作为同样出生在文莱皇室的杰弗里 也是妖缠万贯 他是当时国王最小的儿子 虽然作为老妖 杰弗里没有做上王位的机会 但是国王和王后 以及家里的长兄 都对他极其宠意 这也造就了杰弗里霸道蛮横的性格 杰弗里在哥哥哈吉成为新任国王之后 凭借着哥哥哈吉的宠爱 杰弗里成为了文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亲王 他仗着自己是国王的弟弟 穷奢极欲 平均每天恢复国家和王室资金75万美元 换算成人民币 也就是大约500万元 并导致国王的财富排名从世界第一降至第三 他拥有2000多辆豪车 需要用21座车库才能完全摆放 除此之外 他还有17架私人飞机 以及5辆极度奢华的游艇 这个还没完啊 曾经他的哥哥哈吉国王 在50岁寿宴时 邀请了当时的国际巨星 Michael Jackson到场表演 哥哥有的 弟弟自然也不能少 杰弗里亲王过生日时 同样也请到了Michael Jackson前来献唱 据统计 短短的演出就耗费了1700万美金 杰弗里还拥有十多座宫殿 每一座宫殿都是极其的豪华奢侈 并且他还在世界各地购买了600多座豪宅 人们熟知的美国洛杉矶 纽约 法国巴黎 英国伦敦 几乎都遍布了他奢侈的踪迹 移动在伦敦的豪宅 售价8亿人民币 他就如同小孩过家家一般 随意的就买下 最令人大抵眼镜的就是他的收藏品 一支极其普通的钢笔 就要花费130万美元 而这仅仅只是杰弗里 肆意挥霍中的冰山一角 物质的需求被满足了 杰弗里随即就开始寻求美女作伴 他不仅有着妖传万贯的资产 崇高的地位 样貌也是十分的帅气 杰弗里浓眉大眼 逼如旋膽 再穿上干净的西装 婉然一副极为绅士的模样 轻易就能迷倒万千少女 而为了展示自己的英姿 杰弗里从世界各地寻求美女 并特意修建了冠冕堂皇的私人宫殿 将烈焰来的40多位美人安置在宫殿内 一旦哪天不喜欢其中的某一个 他就让哪个美女去整容 直到他满意为止 不然就会被逐出宫殿 除了给这些美女送一些 名贵的珠宝和奢侈品外 杰弗里还每个月都给他们发工资 这些美女除了服侍杰弗里 有时甚至还要伺候一些客人 为了杰弗里给他们带来的荣华富贵 他们也会言听计从 而杰弗里做出最为出名的一件风流往事 就是他曾经看上了一位美国模特 但这位美国模特并没有理会杰弗里 换成一般人往往都不是得不到的就放手 但杰弗里可不是一般人 杰弗里心里想着我有钱又有势 长得也算俊巧 你居然不把我放在眼里 一向高的杰弗里 哪受不了这股气 于是他便向美国模特 强行关押了起来 任你权势再大 依然抵不过国际舆论 此次事件遭到了媒体的大量曝光 杰弗里可以说是丢光了 温莱皇室的颜面 他心心念念的美国模特 也只好做法 要知道 就算是温莱国王哈吉 也只有一位正宫王后和两位王妃 而其亲弟弟杰弗里 却拥有着四十多位美女 这逍遥快活的日子 居然过得比国王还要安逸 哈吉国王任文来苏丹后 国家大事都由他本人来亲自掌管 出于对弟弟的信任 其他一些重要职务 则分给了其他弟弟担任 其中杰弗里就接任了 皇室财政大臣之职 1986年 杰弗里被哈吉国王任命为 文来的财政大臣 将国库的钥匙交给了杰弗里 金钱与权利就如同一个无敌洞 一旦深陷其中 就会铸成千古大错 但他一心只想着满足自己 当然无法抵挡 金钱与权利的诱惑 渐渐的杰弗里利用 财政大臣的职务质变 四处接受贵赂 剥削百姓 甚至贪污公款 从国库里转移资金 以维持他的日常花销 但是直里包不住火 1997年亚洲军容危机爆发后 国王哈吉决定向有国伸出援手 开启国库后 才发现杰弗里贪污的事实 要知道他贪污的可都是国家人民的血汗钱 身为皇室 不仅不为国民做出表率 还贪污无度 正当哈吉国王准备处理杰弗里时 这个不思悔改的弟弟竟然离开了门来 跑到欧洲去避风头了 哥哥哈吉也没有办法 只好将杰弗里的所有资产拿出来拍卖 拍卖的目录竟然长达60多页 其中不乏杰弗里的各种豪车 以及大量的经营手势 空中巴士飞机等等 据当时的一位拍卖官来说 以货品种类来说 这可能是全球最大的拍卖会 然而即使是规模如此大的拍卖会 依旧不能挽回国库的亏损 2007年 躲在了英国的杰弗里 遭到了哥哥哈吉的起诉 状告其贪污公款高达160亿美元 2008年 英国高级法院批准了对杰弗里的逮捕令 杰弗里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2009年 哈吉国王不忍心看自己的手足兄弟杰弗里流浪在外 才又允许杰弗里重回文莱 本该在文莱享受一生荣华富贵的杰弗里 如今悲伤了损害国家利益的罪名 文莱的国民对这位亲王也只能是无尽的谩骂 杰弗里的所作所为 无疑是严重损坏了文莱皇室的名声 而这也给哈吉国王敲响了警钟 皇室的权势必须受到约束 因为谁都无法保证自己不会陷入那万丈深渊 此后哈吉国王便修订了文莱的宪法 规定无论是国王还是皇室成员 都不得滥用自己的特殊权利 回看杰弗里辉煌溃败的两极人生 一个含着金汤勺出生的皇室贵族 一出生便站在了普通人一辈子都无法抵达的终点 然而却因为他的贪淫无度 毁掉了哈吉国王 甚至毁掉了整个文莱对他的信任 也毁掉了他原本辉煌的人生 对此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呢 或者想看的视频 都可以打在评论区里讨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点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